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天请每一位同学进行一场医学演讲 哇 果然是考核 观众们到了哦 哈哈哈哈 我是高雪压 今天讲一句高雪压 预防高雪压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是合理膳食 第二是控制体重 这个像上课一样 张医生 我长了个结结 这是不是癌 这是不是肺癌啊 我是不是快死了张医生 等等等等 张洽和冯琛趣味性很强 打对了中一份小东西啊 又赶紧翻 可以可以 二十年 对 通过你们的宣教 使得有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我们这些 常见病的科普 做好预防 你们在不断地成长 你们已经从小医 只见进入大医了 欢迎大家 这里是腾讯视频自制的职场观察类赞认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熟水好吸收 本节目由一百三十五度超高温主费的康师傅喝开水 独家冠名播出 因为我们的医学生在本季的时间和学习马上要告一段落了 对 所以我们的加油团也还剩下最后一站 如果我们赢得了这次的点灯的话 他们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个offer面试的名额 节目组特别地给力 为我们请到的三位神秘嘉宾 让我们掌声有请如此豪华的阵容 让我们欢迎张建宁主任 严生主任总员 我们老朋友 严生主任好 你好 老师们好 严生主任 你好 开心 严生主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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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来来来 真人本尊已经到了 大家不要悠着 有什么好奇的问题赶紧问 我问题可多了 那我可就问了 那董主任 你为什么每次出场的时候 都会有个 这个第一个人习惯 第二呢 医院里面平时都太严肃了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 跟病人去谈话 他看到你 我不希望他把我变成 像法官一样的人物 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也是希望 能够先能够拉近一下 我们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一个习惯了 然后以至于我们经常 有人说我两个先到 第一呢是人不到声音先到 第二个呢是还没看见脸 肚子先到 肚子先 可爱 不 我有一个问题 我要问严老师 就是在这个我看到的过程中呢 其实你对同学们还是比较 要求比较严的 然后呢 但是怎么曾经做到说 说话的时候 表情非常的慈祥 带着微笑 但是每一句话都 换个人吧 好吗 我门口找个杀鸡杀鸭都给你打得好 是不是很残忍啊 这个事情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好厉害 其实这个对待我的学生 我也肯定是很温恒地对待他们 但是我的要求是很高的 这个这个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他们怎么成长呢 尤其搞外科的来讲 你必须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 自己的训练 自己的成长 自己每做一件事情的结果 你都非常要严格 我想问张主任问题 我就想知道 您一般这个学生身上 有什么特点 您会受为学生 肯定首先是要看他的 对医学 对一些人生也好 职业也好的 他的一些看法 第二呢 他对医学知识掌握 包括我们的交流当中 他看看他是不是能够 各方面都比较 这个事比较得体 不是会去单独看 这个人成绩好不好 我听完之后没有 推算出 到底哪个学生可以得offer 你其实是暗暗地 想绕着问问哪个 这个我有经验 来来来 一般我们都是 在交流的过程中 老师您觉得 例如汪伟航印象 还可以吧 然后老师呢 还不错 咱们就记下来 如果说哎呀 可能还有进步空间 可能就得打个问号 去献救果 那您觉得汪伟航怎么样呢 汪伟航 对汪伟航呢 这个观念要问 我们这个 严主人 严主人又看向了董主人 董主人 看向了自己的手 好的 好 上一期我们的医学生 是进行了社区的健康咨询 这周他们将迎来 他们的终极大考 再看 是骡子是马 牵出来66 我们一起来看 嗯 你们解放录有什么东西啊 你想说有什么科室啊 不是有什么这种科室的文化 我们肝胆的一个老师 他长可帅了 长可帅了 哪个 哪个 哎呀 干嘛你想来拿我们肝胆 想要录坠我们肝胆 哈哈哈 哈哈哈 赶紮一间还有这样的风气 啊 沈万有帅的 啊等一下唱姐问了一句 沈万有帅的吗 哈哈哈哈 这二零有件 哈哈哈哈 只有类科才能仪表 比较好一点 我们忙的天天 上夜白没时间洗脸 你就变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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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的天 来看 哦 大家好 今天下午还有任务 大家都进来 把任务给你们说一下 来了 最后一个任务 首先呢 恭喜各位 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活动当中 相信你们各方面 都还是有很多的收获 也有许多的成长 但是就说之前 我们还是要看你们的综合的 一个能力 要把你们学习以后的各种知识技能 融为关通起来的一个考核 叫OSCE 所以今天的这个OSCE 每一站都会考察你们的一个能力 第一个考核呢 是采接病史 检查 临床沟通的能力 第二个考核呢 是查体 检查 你们的体检 是不是规范 正确 第三个考核呢 是结合你的病史体 个检查 跟检查的结果 给出一个诊断 下一步 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操作 去验证检查的结果 最后一站呢 就是你汇报 你可以里面把有些内容 比较详细的来讲了 我们三个专业的学生 分三批考 今天的先从我们神经外科 考核开始 这个病例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来 好可怕 好吗 好 省外的三位跟我走 心跳加快哦 对啊 对啊 第一位考核 红辰同学 请你跟我来 第一站考核我们是病史采集 但是 这个 就是在 他是紧张的抖吗 你好 请坐好了 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 我叫粉撑 我们现在今年是28岁是吧 对 我们主要为什么来这里 我看一下 想看一下头痛 半个脑袋痛 而且会迷 头痛加眩晕 对 多久了 这个头痛是我两三年就有 两三年就有是吧 对 但是这一周 就是疼起来受不了了 疼都受不了是吧 还能坚持吗 要不要给你先开点止痛药 没有 不用很急 现在已经比当时 对 又多了 有吃过药吗 吃了 但是有的是消炎药 就是管中耳炎的消炎药 有中耳炎是吧 对 治网炎几年了 四五年 五年多了 那中耳炎我们有治过吧 都是吃药 但是最近有发了 是 之前有效 但是最近就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哦 所以就想要过来看看 嗯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体温37度8 可能有点点高 嗯 我觉得它有一个可学的地方 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发现这个病人是有发热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中耳炎的病史呢 也去继续追问了一下 我问是哪个中耳炎 还是两边都有 右边 那头痛是哪一侧 是吧 头痛也是右侧 也是右侧是吧 哦 好 那我知道了 那我感觉从它的问诊中呢 它已经逐步理清了这个中耳炎引起的脑浓肿 但是这个头痛是我们中耳炎有了之后才有的 那你说中耳炎五年了嘛 头痛才两到三年 所以中耳炎有了之后才有的是吧 对 于是呢 在查几的过程中呢 它是观察了患者有没有耳道的流浓 也进行了乳突压痛的这个测试 周围有点痛吗 不痛 不痛 嗯 放松 我看你头 你痛就跟我说 好不好 嗯 痛吗 痛我说吧 他查了脑膜刺激针 患者都是有一个阳性的这个表现 我们要做的检查的话是这样子 有这么几项 第一对写的是血的一些检查东西 第二点是脑机的生化图片 然后第三个我们可能要做一个 核磁共振 然后再来做个DWI 就是弥散 就是一个附属的检查项目 您过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边 您看左右对比一下 然后这地方就是一个凸上的囊 看左右对比就不一样 对吧 看出来了没 就很大一个囊 它后面写的是肿瘤吗 我是 初步指呢 可能还是以 农肿的概率大一点 哦 所以很淡定 很从容 嗯 那么具体是我们如今腰底到底有没有感染 跟肿瘤镜的鉴别 我们就要做腰穿 腰穿是什么 腰穿就是要抽出你的脑脊液过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脑脑肿 可能脑脊液它颜色就不正常 就不是轻量脑脊液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延性的指标在里面 懂我意思吧 它对患者为什么要做腰穿 腰穿的结果目的是什么 这个解释还是比较清楚的 嗯 农肿的话就不用住院了吧 农肿很难说 因为这个目前还农肿 大小不是很大 我们首先还是抗生素治疗 抗生素是做化疗吗 抗生素不是化疗 就是消营药 哦 就是能够针对很多病菌的消营药 先用上去 等我们脑机的穿刺结果出来 知道它到底什么细菌的感染了之后 我们再用针对性的一些消营药上去 然后把它给处理掉 那么如果处理不掉 我们还有办法要说穿刺抽脓 如果脓腔如果是反复发生脓肿 我们还有个选择就是 穿刺的一个质管引流 懂我意思吗 那么它对病人解释中间 还是有阶梯治疗的这个概念存在的 可以介绍的还是可以的 嗯 这一战的时间到了 为什么这个表情 风尘压力很大 我感觉 第一个出场 嗯 这一战要求你给病人做一次腰穿 哇 全成了 这不是哪个环节的事 它没问题 对 它不是很稳吗 先患者体位放到 对抗您床边的位置 再好轻手套 铺动筋 抽取麻药 火队麻药的生产日期 把麻药 这先穿刺 嗯 看到有液体流出 测压 这样 准备退出真心 再次消灭 考生他的腰穿这个技能还是不错的 都优秀了 嗯 起来 做吧 都 考好了 嗯 写多少我看看 嗯 基本上 对你觉得后面就诊断是 那个诊断的话第一个是患者是右侧小脑 脑肿 然后那个健美诊断是单发的囊肿 然后囊肿的话也会形成一个囊腔 然后里面有液体 但是在那个 弥赛项上是有一个高信号的一个表现 头脑多清晰 目前就想要这样两个健美诊断 没有了 嗯 嗯 嗯 没这么怕 这是很典型的原型脑浓肿 这样 太坏了 太坏了 总体的想法不错 包括诊疗的思路 操作 包括人文方面 做得比较不错 第二位考生 还先跟我过来 来了 不研究紧张 请先坐 这 不用开手 请拿你四级 目光躲避 目光躲避 请进 你好 我是尼不妍 请坐 好 第一站考核现在开始 嗯 你这是 这是哪里不舒服来看病啊 嗯 头痛 多久了呀 应该两三年就了 两三年 对 你以前得过什么病没有 我是有中耳炎 中耳炎 对 你中耳炎是哪只耳朵 左边还是右边 右啊 要吃什么药你在 消炎药 就是管中耳炎的 这一周你来你就只吃这个药 然后现在一直没有好 所以来我们这里看病是这样子的吗 最近比较 平凡 而且剧烈 就是反正最近越来越多了 对 最近越来越多 行 他已经想到了头痛 可能是中耳炎感染了好多年 然后引起了一个感染性疾病 诊断思路还是正确 相比较来说 另外一位考生张恰的 在这一站 对中耳炎这一既往诊断呢 他有些重视不俗 我有那个中耳炎 有中耳炎 有中耳炎 嗯 耳朵痛的时候 半生了整个脑袋 然后这之间有没有其他这些症状 恶心还想脱啊 这位学生他就还是针对于这个头痛加重 这个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往这个脑脑肿这个方面靠 但是在查体过程中呢 关于耳部听力和流浓的情况呢 两位考生都做了比较全面的检查 好 有听到声音吗 耳朵没有流过什么东西吧 行 眼睛用力闭起来 行 手握一下我的手用拳 用拳拳 你可能有一个 运动不太协调的情况 特别是跟你这个中耳炎 肯定有些关系这么多年了 一起反反复复 那么通过查体呢 张恰也是注意到了中耳炎造成的小脑脑肿的这个可能性 这边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亮亮的东西 跟左边看的你也不一样 这是你的右边 你这个小脑上面有一个增强的印象 就是因为你耳朵感染到脑袋的这个原因 然后可能还是 小脑脑肿的可能性吧 具体还有我们完善检查 我们再进一步看 好吧 好 不用手术吧 手术 能够一些药物治疗 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 但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一个完善的检查之后 张恰呢 他建议这位患者优先选择药物治疗 缓解了患者的焦虑 同时呢 也补充了在病情严重情况下手术的一个必要性 如果在我们药物控制不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但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一个手术治疗的 如果手术的话 会对我以后造成什么影响 对这个地方手术我们说它旁边神经比较多 一个是你听力 脸的一个感觉运动 一些神经 就是以后会面谈 手术当中有这个风险 但现在的话我们有非常成熟的一个叫做神经功能监测 就没有了 确定我们这边开下去 你这个神经功能是好的 我们才对这个 找到这个动线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切除 所以的话压力并不太大 病人后面的恢复 现在大部分恢复的都还比较理想 他没有回避手术可能的风险 同时宣教了风险的应对方法 并且还提到了过往病例的恢复情况 用此来安抚患者 这一点呢还是挺不错的 这蜕变好厉害 每个人都 那么张实 请坐吧 我看看 诊断 小脑浓肿 中脑炎 这两个对比较完整 基本上还能够把这个小脑 脑浓肿诊断出来还是不错 能以压住的喜悦 也不行 小生我看一看 常规 雪中规 高 CIP 高 好 这个病人你说有脑浓肿还有诊断一个脑膜流 感觉有一个不均匀的一个强化 所以的话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脑膜流的情况 我觉得 那两个诊断你后面不是又进一步腰串做了排查了吗 对排查以后是小脑浓肿 那就明确了 所以用不着摸泥两可 还有你这个腰穿 这个老四反应会还是非常不错 比较熟练 检查腰穿针 通畅五毛痴 感受到突破感后 发出真心 静有脑机也流出 神经系统检查也没有大的这个披露 所以你有你的优势 但是你也要看到自己有息不足的地方 对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更好地往前走 是 这也是我现在学习的一个动力和方向 好 加油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晚上灯线可以放松一点了 哦 哦 都很棒吗 晚上没事情吗 嗯 平时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癌哈 唱歌什么的 呦你喜欢 呦我喜欢音乐吗 比如谁过身 然后马上就唱唱歌什么的 怎么样 我们晚上可以去卡拉我可以去 你们去放松放松 哈哈哈哈 你不是很想去吗 哈哈 我不喜欢唱歌交给你了啊 啊 不愿意怎么样啊 我唱歌不太行啊 跳不选 哈哈哈 艺术细胞比较少 可以 ok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该有的孩子要有 所以今天我陪你们放松 等一下我去把谭老师也去教上 等下见啊 嗯 好 哦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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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想看啊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去买礼物 买啥呀 买啥呀 杯子 我觉得你买宝宝杯挺好的 不能送杯子 哦 手做什么 杯剧 哈哈哈哈 送橙子吧 送橙子吧 橙子都好听一点 对 话夸还好 哈哈 那我们赶紧去点比比张老师晚 你赶紧去唱歌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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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张老师一起唱歌是不是 人生也就这么一次了吧 嗯 张建民先生定了 定好的是吧 对 先赶紧干活赶紧干活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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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活干了 好呀 化解啥呢 我黑 这不只能画个笑脸 你们还能画出什么 人的呀 对啊 对的照片画 怎么画 交给你们了 那你就送三个没画的吧 饶了我们 当然是要自己画自己送啊 嗯 真的是一点 张老师 再年轻一点 往上找那张照片 蛮年轻 像我小时候了 你画得好像啊 哦 哇 这个 哎 他画得好好啊 要命 你不演你画点 哎呀 哇 完了呀 那我咋办呀 啊 这咋画呀 天呐 就剩冯尘了是吗 冯尘自己提议的 结果 冯尘 有一张射牛的嘴 没有画画的手 哦 本身心里的焦虑 那你就送三个没画的吧 啊 啊 这个简单 嘿嘿 哎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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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要命了 哇 这里叫画 这能认出是张老师 我给他跪下 张老师看会不会突袭 哈哈哈哈 他画的比较像 像谁啊 樱桃小丸子的爷爷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这只能算抽象画 抽象画啊 像也像还行吧 自己安慰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谁啊 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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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画了啥 毫无关联的一幅画 收到的人会开心吗 我不知道 当然会要保持礼貌吧 会不会想知道 护士长拿到礼物的时候的表情 神经外科我还能进吗 哈哈哈哈 哇 我吐了 这我这是水瓶啊 你们谁想出来画这玩意儿 当然是要自己画自己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小姐 他们怎么叫的那么同步 你们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你觉得这个像谁 这个 哈哈哈哈 不要告诉我画的是 张 还有点像 哈哈哈哈 咋慢慢先画的 哎呦 都倒起来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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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画什么 给你看一下 对 我画的 啊 这是画谁 这是画我吗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每个人都画一个 看看谁画的线 哈哈 别看 哈哈哈哈 我 我拿不出手 就是我吧 哈哈哈哈 张主任一脸抗拒 假笑都笑不出来 我们三个可以一起拍一下 可以 应该要每个人举着自己画的 那也行 不 不 我 exhale 把你录怒 ک 生意错 好好好 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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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ud 我给你讲个故事 当年我去德国的时候 就是汉诺威 是三米教授 是当时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的主席 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 最后走的时候 我送给他一枚印章 我说中国的艺术家 你完成作品之后 都要落款 都要有一个落款 改账对不对 对 我说你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但是你的作品是在冰冻的脑袋里 对 但你应该配有 因为自己的印象 他听得非常非常高兴 这样的医学呢 就是艺术 外科医师把这个刀开好 觉得很漂亮的时候 你就像是完成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优秀的作品 来我先拍个照 好可爱 好可爱 外科医生的手怎么可能画不出好画 怎么样你们自己点 我们先听歌 赵老师 男生你想听什么 我刚刚跟那个谭老师一讲 我说这个你们也现在唱的什么歌 我们先听听 我们点点个 我们点个 好担心啊 他们歌单能点到一块吗 肯定不能啊 我们俩在张主任面前聊这个问题 你说他们会唱什么歌 我怀疑他们唱的歌我都已经不听 你也不会你也不会听唱的 老歌 对啊不能太心 他们专门点老歌 但是老歌大鱼 我还没有到这个辈分吧 啊这个 是算老的 是很老的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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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主的表情 甚至都不愿意假装这样一下 啊这个这个这个还是这个还是挺过的 这个一定 听听过啊 这个很难唱的 很难唱的 就调很高的 用脸唱歌 这个大概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读这个最基本的 就是这几个歌 张主任也是听抽象的那个 这首歌长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上场了 果然要出现 还是闽南咪咬 还是这首歌 张主任有闽南画唱吗 哦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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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年龄的风霜 请别忘记 请别忘记 记忆我永远不变 刚说音准还挺好的 这是谁的声音 这些声音了八度 变成女生的音区 哈哈哈哈 这是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李不妍不敢唱是吧 我唱歌不太行 说了是真不会唱 别唱 我不太会唱 在KTV就是需要唱歌不行的人 对吗 特别重要 和三十岁老娘一样的歌 我就是三十的老人 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不是 哈哈 他就想逃避 我唱歌不太行 哈哈 艺术细胞比较少 跳不选 唱歌不太行 跳不选 下头跟别碰 下一头 可以 一边运动一下 干嘛 要跳舞了 不会唱 然后你要跳舞 这可以蹦野鸡的快点 这可以蹦野鸡的 这可以蹦野鸡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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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 我陪你 呦 张恰可以 张恰可以 我放天里 我已经疼走过去 停留穿过我和你 我 你你你 你要跳舞吗 唱着乐于是 无处安放的激动的小手 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你要跳舞吗 你要跳舞吗 哇 还有互动 你要跳舞吗 你要跳舞 我要疯了已经 哈哈 哎呀吧 哈哈哈哈 你要跳舞 当时我们玩游戏吧 我们猜数字 一到一百之间输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猜五十 那就是五十到一百 然后直到有一个人猜到那个数字 那个人就输了 猜到的反而输了 对 猜到反而输了 然后猜到的话 我们惩罚应该就是 呃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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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橘子吃了 哈哈哈哈 单话好 哈哈 丑的我看不下去了是吧 哈哈 一边你说话三思好吧 哈哈 三思啊 三思 下不去手啊 丑的我也不想下手 丑的下不去手 我不要面子的吗 哈哈哈哈 呃 真心话大冒险吧 好 我们都不能看 我们都不能看 都不能看啊 好 我来给你们试个数字啊 嗯 好 好 好 那我先猜 三人七 呃 三人七跟一百之间 你猜一个 四十 这啥 四十 四十啊 四十跟一百之间 一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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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 哦 哦 哦 第一轮就猜中了 怎么会这么快呢 哎 你怎么这么嘴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叫什么罚 张总 你有什么想问 他现在只能如实回答你 斯密的可以问吗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 哦 哦 球主人最喜欢了 哈哈哈哈 完了 最兴奋了 一颗赤瓜的心 你在思考什么 为什么你在思考 张总你要问 张恰 你有几个 你没有 对 你准备有几个 哈哈哈哈 哦 哦 哦 我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准备有几个 就是他准备弹几次了 啊 准备说 哎 对 哎 对啊 这还能说准备弹几个呢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还可以准备 两个以内 小一点点 可以啊 两个以内啊 对啊 超过两个怎么办 超过两个 我有meet ten 我我我可以监督你哦 不结婚啊 哈哈哈 超过两个就 这辈子就奉献给医生 一血试一哈 不结婚啊 哈哈哈 啊 这个也太能狠了吧啊 好 你可能想着一到两个女朋友 两个 两个之内啊 如果其中有一个最后成为你的众生伴侣了 你准备后面要几个小孩 哈哈哈 这个很好说啊 在女方愿意的情况下生两个最好的 哦两个 现在开放了我要问你的事 那要他愿意生 哦 尊重女性 这个这个 这个很好 啊 下 下一个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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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再拦一下 好了 先来猜 五十 五十 五十到一百 七十五 五十到七十五 六十三 五十到六十三 马上就是九了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到五十九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五十七啊 你 还这么不整数的数字 来了 在下你知道问哪个问题的 嗯 呦 那么多 问哪个 哈哈 那么多啊 是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谁啊 是谁啊 我也想听大声一点 是不是那个说的那个 哪一天 或者换了一个吗 哈哈哈哈 啥 我以为是那个另外一个 哈哈哈哈 换了一个 是不是相亲那天的 你们说是哪个啊 你透露一点信息 哎呦 给你吧 你看你看这个样子你就知道 实实有情况 啊有情况有情况 对 坦白的都坦白宽了 自光了啊 不过反过来讲啊 不演 这个 三个学生当中 我们首先是关心你啊 是不是 我还早 对我还小 机会这么多 希望你这个是一举两的 工作生活 双丰收 嗯 好 好 红丰是 前面的背景也好 基础也好 都是很着实 现在又有比人家多的时间 还有女朋友可以照顾你 会照顾你吗 会会 你看是吧 红丰是从 差不多每一项都是 人生第一次 我们对你抱有很大的这个希望 是吧 你理所当然应该是不是做得更好 是的是的 是的 对 张夏 其实你 人家也看出你的不少 但你还是要继续努力 对 好 先努力 再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有优势的临床上面才快工作 这方面我还要多跟 赞产师兄多学习 都不错啊 再来一次吧 嗯 你先 五十九 五十九到一百 八十 那七十九 六十 六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十的 来吧 十 敢不敢问 敢不敢 你们有什么问题问 不敢问了 当时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在所有神经外科的亚专科里面 你个人 最看好哪个亚专科的发展 就只能选一个 那应该是功能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的认知啊 从我们目前来讲还无法去处理的一些疾病 通过认识了脑 这些对脑的研究的深入 那么这些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或者治疗效果非常差的一些毛病 可能有照一日 能够得以治疗 这就是功能神经外科的 未来的 大的 那个陷阱 好 龙山很有信心了 嗯 是的 这就是我的方向 好问题 好问题啊 你们不管以后在哪里工作 我这个拿到最后冠军 200分钟免费这个资讯 是没有限的 有什么问题 反正随时可以 包括我们谭老师这边 这个是你们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这次不管你们off谁拿到 或者是没拿到 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 往前走 向前看 未来还是你们的 是 那么怎么样 我们 最后怎么样 再点一个 那个礼物给了吗 对 张老师我们有三个人 准备了一个非常年轻的礼物给你们 对 不是橘子吗 开盲盒 开盲盒 张老师要去买什么呢 要上开盲盒 然后体验一下年轻人的生活 有没有像胶实一点的 哈利波特 哎 哈利波特可以啊 张老师估计这辈子也就开这一个了 对 张主任这是给您的 嗯哈利波特系列 然后里面有几个是老师 所以我希望 张老师可以开到 邓不利多笑的 邓不利多笑 对 对 谢谢谢谢谢谢 啊 这个是人生第一次拿到帽子 哈哈哈 果然是第一次 这个这个是给 哎呀 小小姐 哦谢谢 然后这里面是 呃 对 公主 啊这个是给我们 护士长 啊对 护士长 你带给 你带给他 小小姐带给他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没事 啊你们 呃我发现一个彩蛋啊 啊 护士长这里这是什么情况 哎呀 哇塞 哎呀 护士长 护士长崩溃了 哎呀 他 他 他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算了 这个也这个也送给 这个这个也送给 这个部长的 留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个我拍照片 这个服装 这个是我提发给他 明天 啊 我叫他叫他 这些给 这是谁 哈哈哈哈 好吧 回去我们就放在那边了 嗯 好 好的张老师 啊 行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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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再见 哎呦 这这个是 这个是 是你的 哈哈哈哈 我的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每次看 陈三位有他们像 就是吉祥三宝的感觉 哈哈哈哈 他每天就是 哎 张祝芬 今天我们穿次穿的怎么样 哎呀不错嘛 今天我的针端做的怎么样 还差点哦 今天我的宾里写的怎么样 还有进步 幸福气象 快乐的一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歌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家文化 哈哈哈哈 想问问 教室人怎么想到把 跟他们这个 告别的这个场景 选在KTV里面呢 因为你看他们 神外三字 两子都喜欢音乐 啊 那我想他们两个 喜欢唱歌吗 他们得唱什么歌 我们去了解了解 哈哈哈哈 估计周深老师 也喜欢唱歌 那个我们唱的 都是老歌了 以前呢 这些经典的 四大天王啊 哦 周深老师 我们有几个歌 也会听听的 你讲话 老师 毛病老师 我关心的就听 哎呀不敢 这个我想呢 在KTV呢 可能不管是谁 觉得这个音乐起来 可能就放松了 对 所以他平时 可能不太愿意说 不会不敢说的事情 就那个地方 可能就会讲了 对 您主要想去吃瓜是吗 哈哈哈哈 对 主要就爱听这个 哈哈哈哈 山主任之前 就是比较关注人家 这个目前的感情状况 还喝茶 还介绍 一直在促成这个 这个我这个我生命想 啊 啊 喝茶 他们那天 不是我祖的 不是你祖的 哦 不是长安排的 哦 哈哈 哦 故事长真的很赖 哎 我现在就给提 给副市长 背锅点 哎 哈哈哈哈 好吗 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会长的 我没说副市长也没这样 怎么回事 所以他们三个人当中 有没有这一季看下来 印象特别深刻的人 嗯 哎 我觉得就是李不言 一定要提提李不言 我越往后越喜欢他 嗯 像很多年轻朋友一样的 他最开始可能说踏出一个偶然的一步 好像这是我一个谋生之道 我这一个一个饭碗 觉得这个学艺们很苦 你们想过干脆就算了 不要弄了 毕竟这个也学了这么多年 有点亏 慢慢变成了 哎对 这个是一个有价值的职业 有我身上线索 三四三十五三十六 心力已经恢复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要像年轻的时候就要想清楚我热爱什么 我觉得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在不言身上我看到的变化就是 他越来越笃定他要干什么 那个时候那件事情变得神圣了 就是欣慰他的成长 对我真的是觉得不言的变化非常可惜 陶如人呢 一定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冯琛 冯琛 对冯琛我们一直说是 对是少年天才啊 他天赋很好 就操作的时候也很稳 但是我觉得我也看到了他的努力 他在中间有一些过程也有他受挫的时候 在急证你是做不了的 我就怕自己能力各方面都不足 然后自己的一些判断的事物 或者一些操作的事物 把人给救病人没有给到更好的救治 我觉得他没有选择回避 对他还是继续地面对 所以他还有很大的前进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欣喜和可喜的地方 我还挺喜欢张恰的某一些性格特点 我喜欢他那种特别冷静 什么东西都不喜怒形于色 但是我发现他其实一直在观察 观察周遭的一切 一般就没什么感觉 到时候液体他们那边药都会上来 实在痛得厉害的话 就跟脂肪医生说一些 好 我们放个药盆有点强 很细腻 就因为他的观察力 情绪也稳定 我觉得职场中这点很重要 当然对医生来说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吧 这是严主一直在说的 情绪稳定 对 这种从容的态度 其实医生来讲就是要 要从容淡定 专注力很强 这样的话呢 他处理问题就是 百分之百地聚焦在位置上 那就做事情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其实那个张主任说了一个 我自己还觉得挺有感触的 他说医学是艺术 其实我有个感触就是 现在其实很多的年轻人 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清楚了之后 然后他们选择自己的职业 选择去做什么 掌握了主动权之后 你做这个工作收获了成就感 你才能够给别人带来美好的感受 比如说张主任一直说的人文关怀 包括卢主任 带他们去看日出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医生的职业浪漫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医学的职业浪漫 医学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整个浪漫就体现在这种成就感里面 真是跟写诗一样的 你把一个肿瘤切除 你现在只会一场战争一样 干完之后呢 白大瓜一套 一把手放在那个口袋里 走过去 你感觉到全世界都在看着你 有好有镜头感啊 然后出了一个天长天 很酷 非常酷 脑海里就真的是出现 那种诗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胡马 杜鹰山 说得好 想给全社会看到的 就是这种深深的吸引 我们这种浪漫的东西 讲得太好了 我们的稍微换个角度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你要说医学的浪漫 更多的是他职业的浪漫 然后呢 其实这个职业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里面只有两类人 一类是病人 一类是医生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 跟我们的医学生说 我说你一定要善待你的病人 因为人家拿他的生命在教你 但教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回过头来来拯救更多的病人 好教理 其实你到最后你会发现 更高的其实是如何你去 善待你的病人 你如果说能够以这个层次上去看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一生的浪漫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神外的考核 还有两组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心内科 来看看心内科大家的表现 你觉得今天会考什么病 开始猜考卷 我觉得不会考很偏的 心梗啥梗啥梗啥梗 我觉得应该不会 压提 学霸就是这样的 孜孜不倦 孜孜不倦 下雨嘞 一进来 下雨嘞 你吓到了啊老师 太可爱了 怎么样准备好了没 这个阶段最后一次的SE考核 我相信你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考核嘛 反正总有的对吧 正常面对就行了 该怎么做怎么做 好歹也是在我们新内科目 怕滚达那么多时间了对吧 好戴上雨伞 当然病房里还是口罩戴好 天呐 这个雨非常的阴景 你们哪位先考试 那那我就 加油 自我介绍 提醒一下 提醒 好的 好喜欢你这儿吃 我们那个第一站的内容是那个病史产级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了 您好请坐 您好我是今天的主管医生啊我叫高尚 今天因为什么来的我就是呼气不上来啊啊呼气困难有几天了半天前工作的时候会难受会难受就有羞闷的症状但不至于呼气困难有几天了啊 对然后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然后喝血了咳嗽的全是血呢还是说痰里有血那种泡沫状的 你有喝酒的习惯 疤 发烧啊 在病史采集方面的话表现还不错的他发病的时间也都问了嗯他喝酒这个病史他是问出来了 之前有过心脏的脑病吗 体检过 嗯然后说什么心脏大 但是也比较易 心脏病的话就说你心房大 好最近有发烧吗 发烧就是也说会 会头晕 心碰碰乱跳有吗 会有 大汗会有吗 出汗了 出汗了啊 我说有吐会有吗 没有还好 最近胃口还好吗 没有太大的改变 嗯 得到了瓶瓶点头 第二阵的内容主要是茶题 挺细心 来 住着 我先给你测个血压 现在感觉怎么样 很好 原来还可以一百三八十啊 听听你的心脏和肺啊 你是不是戴口罩会影响你的护心吗 很好 你做没做核酸 好真实的问题 你做没做核酸 做了 做核酸 你要做核酸实在难受的话 你可以把口罩摘掉 吸气 在茶体方面做的相对来说非常的不错 它从一开始的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检测 然后进听准也都很到位 您能躺一下吗 有点头晕 高一点吧 高一点会好舒服一些 这样怎么样 能好一点 好一点 他可能考虑新功能不好也给他 做了一个枕头的一个垫高处理啊 这样子非常的好 不疼是吧 这都不疼是吧 老板 请进一步解开一下吧 哦 它现在无热 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细致的一个维稳关怀的方面也比较好 你头疼吗 是不是 头不疼 就是头晕 就今天莫名的就是 好 我看一下 你的鞋子脱掉了 对 来给你脱 这是两只都要脱 对 两只都要脱 大姐脱 那茶体方面呢 它也是比较仔细的 它相当于做了一个全身的茶体 从头到尾都查了一遍 把你的胆子撬去了 奶奶 老爷子 你好 我姓林林医生 我们先把病情了解完 我是一个很排斥 知己接触的人 有一点洁癖 也有点恐惧 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在社区之后 心内科在那边 这里 我拍拍他们 我跟他们之间的心理的 有感觉近了一点 又漂亮 我心里又好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它改变好大 好 可以了 哇 满分 是这样的 我看你的结果啊 我们看EF值 它小于40%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诊断你为心衰了 心衰 说白了就是 心脏它不好了 你还让它一直跳 跳着跳着它自己就累了 这种情况 但没关系 我们会 针对你的这种情况进行治疗 好 流畅在这环节表现还是很好的 当患者对心衰表示恐惧的时候 他委婉地产生了心衰的病因 各方面也很仔细 新共同其实是可以排四级的 从一级到四级是越来越重的 越来越重的 你现在已经能达到三到四级了 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第一个我是要跟你说是说 你一定要把你的不良习惯改掉 这是肯定的 第二就是说你确实不能上班的 你是需要住院的 他在这个地方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了 患者要住院 还有一些比如说饮酒啊 熬夜啊这些不良习惯 对他进行一个宣教 这些方面也都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下一站是一个诊断的操作 好 那我们开始好了 洗手消毒 然后您好 您今天要做一个胸穿 因为主要是考虑到 看到您的X片上有胸腔基业 所以待会操作的时候 请您尽量不要咳嗽 不要大声说话 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 及时告知于我 然后我已经戴好口罩帽子了 程序不能错 只有信念杆 因为它是叫剧门 说了就得做了 但是它在真的病人身上是会戴好的 请您前额扶在椅子背上 然后双手扶在椅子上 然后我先扣转扣一下 然后再次确认一下 身上积业最多的地方 现在被您进行消毒 戴五身手套 接下来为患者进行出身 不要咳嗽 然后也不要大声说话 宽扰 听他呼吸加重很紧张 你在干什么 你在打飞镖啊 哦 手型 你九阳神功练过 还是九阴真经练过 他是说他打飞镖 没出水了 其实我想通过这次实习来证明给大家看 我们这样学校毕业的学生 也会一样努力 也会成为一名好医生 高兽整个凶装过程进行得很流畅 动作规范也很标准 快准狠 看得出来平时没少练习 好 这会儿也没有大汗淋漓了 上次出汗出的呀 对 他还是很棒的 冬老师 来 赵卓越吧 加左翼 写的有点乱 没事 我这边看你跟我汇报吧 这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男性 我给他诊断的是急性左心拽 然后新功能四级 我打算尽快的给他 PCEI和ARB的一个一类的药物 如果可以的话 用阿尼的药物会更好一些 其他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复查指标 然后监测生命体征 我总体来讲的话 基本该问的还是问出来了 而且你这里人文关快 我觉得有个蛮好的地方 刚刚我们戴家老师跟我讲 你给他做体检 对吧 你考虑到他晚上不一定睡得平 你还给他垫个枕头 这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 好吧 还不错 非常大的认可 怎么样 来 说说看 你给我简单汇报一下 患者男性三十岁 首要转单我是考虑 他有一个急性左心衰 他有心电训练性休克 所以可以分级是四级 他有心功能不全 心功能不全的话 拉氧分级是四级 后面呢 就我现在会心理 就现在目前是这些 好的 应该说你这里写的 我另外不说 你从整个的详细度的角度上来讲 足够详细 足够了 如果说是我们每个 我们的医学生能够按照你这样的手诊来写的话 我估计在我们病房里面都是能够达到合格的 太详细了 常述一口气 我觉得这些方面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应该非常具备的这么一种素质 唱姐都优秀了 下午呢 我跟林妹妹订了个家店 过去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好不好 好的好的 瞧像这氛围 从KTV变成了喝茶 哈哈 你们还有任务吗 我们要 苏姐老师要带我们去开心 为什么 你们现在要去玩啥跟我们说吗 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 一听就很好 真的 不像你们唱歌 这句话 那张主任要不要评一评 哈哈哈哈 等董事长下次教张的时候叫我们一下啊 哈哈哈哈 没问题 你们心内的聚会我们能去吗 不能 我们要落小秘密 你就想想 我们只能想想了 啊老师 人味道生鲜道 龙老师 两位我们寻浪快 好的 寻浪 太可爱了 今天有空 过过自己日常的生活 哇 哦 好美啊 好美啊 好久没这么悠 好久没有享受慢节奏了 哈哈哈 是的呀 平时不太有空 但是这样的机会啊 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好好地做作 你在这里你听听看没有什么声音的 没有什么大城市的喧嚣 哦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你们你和你的爱人正在逛街 然后来了个电话 哇 这边有个机会 有啊 我们需要做什么 做事情不要太多 所以 你看我现在一般是这样的 我口袋里头抽钥匙啊 基本上是布林森的 我们去看电影 三个人 看到一半只剩两个人 因为我出去做就整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女儿呢 她不太愿意把我扔下 她所有的事情她都一定要 是 就是我们要三个人统一行动 哎呀这个好好暖哦 我们家妹妹就明显就说的会心酸一点 她每次跟我说话提药 都会先加一句 哪天你放假的时候 你空的时候 能不能带我去哪里玩呀 哦我觉得好可怜这么一个小孩 就是会有亏欠的感觉 对 但没办法 每个人其实都是选择了 你其实你现在独一也是自己选择 对吧 其实也是你们家的选择 这点是很明确 如果你没有家里面的人支持你 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都不一定走得过去 哎呀说这些高唱跟流伤都还早 对吧 但是你说说早 其实是很快的 哈哈哈哈 其实我的父母都已经着急了 就是我在实习的前几天 我妈还给我打电话 她跟我说 她那个同学家 有认识一个谁谁谁 你相信我 因为我的亲身经历 这个还是靠谱的 靠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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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懂什么人是相信人是吗 亲身经历 哦 我找男朋友也是第一点 就是一定要支持我的 嗯 认可我的工作 对 医生有个特点是什么 为什么不要找一个医生做老公老婆 因为你会觉得你什么地方都需要时间 但是时间不关 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比如说这里店的老板 我相信以我们的眼光来看 不要太幸福 每天住在景区里 那局都要超过你 你值多少个夜班 我们那天我们嘲笑我们剧总 对呀 剧总买了套房子 买了个车位30万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嘲笑他 剧总这个车位很值钱的 很划算的 而且你是负担得起的 你只需要值3000个夜班 3000个夜班 我得上10年 得上10年 对呀 天天上夜班上10年 哎呀 你千万不能拿这个东西来横你 要不然的话 你这日子就会很顽固 还有呢 我们很重要的 现在一定要讲究的 叫团队 你看我跟林妹妹是团队 我们都是已经形成末期 你们以后不管怎么样 也要能够这样好的去融入 你工作的这么个群体 你千万不要老是觉得 我够优秀 我单打独斗 那也不行 小哥有没有那个纸头给我一张来弄两张这个笔给我好吧 嗯 嗯 要干嘛 我给他们俩玩个游戏 哦 哎呀一看到笔和纸现在就紧张 他都不开心了 又来又考核 又开始考试 不要不开心 很简单啦 不就是我们刚见面的那一天 我那给你几个小小的目标 等到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 你能够在本子上画出一张正常的12导的信念图 哦 哦 哈哈哈哈 哦 哦 啊 真要画 真的 哦 啊 还是考试啊 哈哈哈哈 太认了哈 生活工作两夫妇啊 哈哈哈哈 董主任管这叫游戏 你对游戏有什么误解吧 哈哈哈哈 之前做过的话 要有要有 行程必还 对 我行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原出必行是吗 哈哈哈哈 你就看着我们这里的风景 感觉一下自己的心跳 但是他们两个跟第一次听到这个要求是完全不一样 我要求你入院入科五分钟之内一定把信念图拉掉 每个人大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了 等你出科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份信念图说老师这份是正常性的 那就会有icides 但是这样的部分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是这些怎么做的 但不是很秘密的 你也没有什么呢 那些不能考虑 那么我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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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真的现场改决 真的是 你为什么只画了11个岛莲哥哥 我忘了 又忘了又忘了 你只画了11个 拉了一个 马大哈 可爱就在这里 好了吗 手都在抖 嗯好的 高校的洗澡 应该就是有问题的 任督服输 所以你说呢 是不是 好 就这样 流畅获胜 好不好 我记得当时特别的丢人 然后董老师问我12岛 连哪12岛 我都 我都说不出来 还好啦 你现在总知道了吧 你现在能画出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你很好了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 好 发钱 应该蛮适合你的 好大一个啊 阳光浮照浆 这个是一份秋天的礼物 秋天的礼物 对 打开看看 哇 这个水杯好好看 好看 好看 我们有两头喝出 丝绸 对 哇 谢谢 谢谢 好 饭也吃了 茶也喝了 游戏也玩了 整个这么一个 雷迅呢 差不多也快就 了 euch 喝了 就稍微喝了 下来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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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套这里的住宅作为你的人生目标 让我多指点夜班 结果一算这辈子都指夜班也不够 你每天现在一月睡到退休也买不起 好爽朗的小生 走吧 问你们一个夺命题 如果我跟董哥哥都掉到水里 你们先救醒 董老师你可以扶他 董老师扶起来 关系是很好的 很温暖 刚看到边喝茶边聊这一集的变化还挺感慨的 是啊 而且我身边爱看咱们节目的人非常多 也不少人受到咱们的影响 比如看见他们喝这个喝开水 很多人都去买康师扶喝开水 我也是啊 因为它是135度超高温煮沸过的熟水 冲泡咖啡燕麦都很方便 不用再烧开 加热到小药的温度就可以了 这么巧 我今天自己带的茶也是那喝开水泡的 哦 那我回去也试试吧 这一段 董主人是带着大家在这个茶香四溢的这个氛围下 做了一个这个阶段的告别 大家觉得在你们心目当中心内是一个什么样氛围的团队 我真觉得你们像个家庭 包括现在刚才你和林医生在那给他们告诉他们一些 后面应该注意什么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像家长在跟孩子说话似的 其实我们医生呢 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职业 它是一群人 我们进了这个所谓的小圈子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像家庭 我们董主人也说家文化 我们其实各个科室里头都是 因为现代的医学 绝对不可能说是某一个人 就能够把所有的整套事情全部都做好的 就算手术做得非常好 你的病人回来以后他得回ICU吧 那你ICU是不是你的后备 你后面需要有康复吧 康复医生是不是你的后备 都是如果能够静下心来 你会发现 以一种家人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你能把这事情做得更加平顺 而且呢效率更高 所以刘畅和高尚就算是心内儿女 心内儿女 可以这么说吧 一儿一女吗 他们俩就是叫既合作又竞争 对 对 那他们身上有哪一个点 是让大家觉得特别吸引或打动 打动你们的吗 刘畅我觉得我有一大堆的词语可以形容它 因为我太喜欢她 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她那种大格局 就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比如说她刚才跟高尚说 别忘了介绍自己 他们其实在那一刻她是竞争关系其实 可是她还是会不忘了提醒对手说 别忘了 你别丢分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让人动容的 我其实也想说一下高尚 因为我觉得确实也有一个点 其实挺打动我的 就是要考试了 高尚就先站起来 要不我先上 我觉得其实是很有英雄气概的一种做法 四个人都怕考试 对 谁先去躺雷 对 那一刻我就觉得 他已经认可跟刘畅 其实他们俩就是一个团队 已经不在乎谁先谁后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一个组合 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对 是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也想问问董主任 就这次的实践 对于您个人而言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讲 其实也有一个转变了 这个一开始聊天的当中 我们直接跟他指出来 我说你的这个想法 好是好 但是有点难以实现 我就问他 是不是想把一个医生 十年的成长浓缩在实际里 遗迹里面 那我说你这点很难做到 难在哪里 因为医生的培养 他有他自身的规律 你绝对不可能指望 说一天之内吃成一个胖子 但是呢 我们在整个节目的进行当中 我也慢慢开始有转变 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通过这样的节目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给大家看到 更多的医生的各个方面 包括生活 包括工作 包括学习 包括一个小医生是怎样一步步的成长 成为能配站在你面前来问你诊 他也给你站在手术上旁边来帮你做手术 这样的一个大医生 他整个的过程给我们的不懂的这些老百姓来看 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呢 也是对我们自己 对我来讲 其实随着整个的活动往后走 我经常会跟包括我们林妹妹站在那里讨论 我说你觉得他们今天干的这件事情 你当年没干过 我说我也干过 就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当初的你长什么样子 其实有的时候 你不要去责备他 去嘲笑他 去骂他 你怎么这么这样子 我当时可能比他还蠢 我当时可能比他还不如 但是我过来了 我过得来 为什么他过不来 我们的老师 在我们以后的教学当中 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也多以自己的学生的角度来看待 你怎么样的能够把你自己 现在在做的这个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因为以后他们真的会变成 新一代的我们的整个医学界的动量制裁 完了以后呢 我们开玩笑 说过几十年以后 我们老了去看病 可能在他们中 对 这个可能是这段经历 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刚刚是董事长开玩笑说的一句话 就是当时你从那个房子走下来的时候 你说 哎呀你们可以把这个买套房子 作为你们的职业的初期的目标吗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出入职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给自己有没有设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目标 我那时候目标很明确 很具体 那时候给人要做干移植嘛 然后我们要研究这个移植 那我们必须要由动物身上先做 可以来探测每一个基因在这个器官移植中有什么作用 然后我查了一下文献 全世界大概有五个人会做这个小老鼠的根植 哦挑战这个 好猛 我就定下目标 我要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 比如说十年到五年之内 我要成为在全世界第六个人 这个目标 那个时候就目标就非常非常明确 我白天要上班 就是在写病例 所以我的老鼠在实验室里快饿死了 我的老鼠 好是 他会下班的时候给我去把那个胃一下 对 然后我我我我下班了以后呢 在那边做手术 给那显微镜下给那个老鼠做干移植 天天在实验室里做啊做啊做拼命的做 然后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最终给他做活了 然后那个就我就觉得完成了一个 就跟买套房子一样 就说我人生的一个阶段的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您成为世界上第六个给老鼠该移植成功的人 我成功了 为了世界 那样 当然那个创造性还不够 应该做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一件事情的人 那就是 尊正的原创行为 原创创行为 就像你们唱歌一样 不不不 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人生目标 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突然不好意思说了是不是 我再找一找 我再找 我们再找一找 再找一找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找一找 毛毛目标找到了吗 我什么目标 我也没有目标 哈哈哈哈 本来还想说的突然一下发现不好意思 本来我想说我的目标挺明显看啊 那不是目标 不解释他 我不知道 你看啊 这个看严主任这发言 你看还没到他的那个 肝胆科 您看这这架势 你就是在说肝胆科 的几位这个医学生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们这一集呢 目前看到的是神奈 还有心内科 接下来的下一集就是 肝胆一科学生的大考 最重要的是呢 这个大考结束之后 就将见证offer的诞生 对 同时呢 我们的医学生 也会如约的来到我们的现场 所以要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的offer 也期待一下医学生的到来 好 好 大家记得会员是可以每周三万二十点 抢先看夏季的 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上我们所有的 医学生 小学生 哇 好 哇 欢迎 欢迎 我想问一下金鸣 觉得竞争很有意思 其实当年我小姨还挺想让我报野科的 什么时候开始结束牡丹生活呢 突然有一天 那天就 不言和张灿 你更喜欢哪一位哥哥 两位哥哥 如果我会选 那么到底是哪位实习的医学生 可以获得我们的offer 一位呢 我最讨厌的菜 我最讨厌的菜 你这什么菜吧 香肠 哈哈哈哈 我发现男生的快乐特别简单 一个是羊猫 然后就是玩游戏 嗯 我现在问的问题 田老师什么时候给我们吃起汤 对 我只想说是不敢说 哈哈哈哈 知道这儿四大天王是谁吗 嗯 哎 我吓懵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景点 停机平台 但有两天我们要离开了哈 希望你们 大家好 你的理想心是什么 从我 要聪明 来给个特写意 要聪明 哈哈哈哈 你也听到offer3 你看过吗 难道播放了上一的大IP 就要今晚垮在里面手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